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事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戶型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納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成為你資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事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事業的問題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今次帶大家回到一個保利的肖慶項目 留本名叫保利時光印象 其實這個項目大概在3月份的時候我們都到訪過了 當時還未正式開賣 後來到正式開賣的時候 坦白說價錢就要比同等地段的龍光九宇城要便宜一些 所以當時也都令到龍光九宇城在銷售上造成一定的壓力 當然龍光九宇城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包括有個地標的甲級雙下等等 昨天那條影片也都說了現時龍光九宇城在造成特價的 7000多元的單價最便宜就可以買到的了 不過同時間也都有一些觀眾發現我們的航拍畫面等等 覺得那個項目比較密質一些 即是說起得比較密 明明紹興這麼大片的土地 為什麼樓都要起得那麼密 所以有時候每一個盤都有它的優劣性 視乎你自己需要什麼 我們經常都強調 如果一個萬能的盤 即是什麼都贏的 其實理論上價錢都比較貴 價錢是比較貴的話 可能對於買家來說就是最大的缺點 我們再來看看保利的時光印象 其實它的位置上和龍光的九宇城 再加上保能城都是非常之緊的 可以說是同屬一個大阪塊 而這個大阪塊也是兆慶新區裡面相對比較近兆慶東站的地段 最近我們也都有在一些不同的影片裡面 看到有觀眾留言說 可能某一些民企發展商他們都覺得不夠穩陣 因為很多的消息都說 有一些債務上可能要延遲去還 又或者有些要跟債權方去談談 怎樣還等等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 之前我們都提了 好像萬科這些財政穩健 這麼具實力的發展商 當然是十分之安全 我們都強調過保利這一類的央企 也是非常穩健和安全的 也有觀眾留言說 央企都並不是百分百安全 之前有一些債務上都有出市的發展商 其實都屬於央企的級別 但是央企都有分了大小的規模 保利來說 整個房地產市場裡面 整體實力的級別是相當之高的 所以如果我自己去選 就會對保利這個發展商 投下信心的一票 當然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如果有什麼意見 也都歡迎留言說說你對保利 又或者你在現時這麼多發展商裡面 你會認為哪一個發展商 是真真正正對你來說是可靠的 現在我們就跟Jerry 進去這個項目裡面看看 保利時光印象 現時在賣什麼價錢 和附近的樓本 又有沒有機會是真一直之長短 Hello 大家好 今天自家兄弟鏡頭 再次來到邵慶新區 欣賞保利的項目 保利時光印象 好了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銷售中心 去看看詳盡的介紹 這間地的所在位置 是以迎賓爐和新安大道的交回廁 這就是我們的項目 保利時光印象項目 在中央商務區 簡稱叫做CBD 以後這位置 也是我們建設很多寫字樓的地方 再來看看整個新區 整個新區 整個新區總共有115平方公里 是傾前兆慶市之旅 打造成未來的城市中心 整個新區只要分為三大板塊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核心啟動區 最早期就是包括我們的保利花園 互盤這邊 基本上已經是接近壽興的狀態 是一個行政板塊 包括有醫療、管委會 還有新區的商務中心等等 都集中在這個位置 第二個板塊就是我們的中央商務區 這邊除了起床市樓 其實這個位置可以說是一個配套圍繞的位置 隔壁大概是400多公里 會見到我們一個西光明珠 以後的一個地標 大概行到500多公里 就會見到一個嶺南的商業水街 有400多公里 800公里會見到我們一個卡羅星球 是說橋城興建的 以後就是一個大的遊樂場 有摩天輪、過山車等等這些遊樂 第三個板塊就是這個都市的產業區 整個新區來說 產業區是轉變了非常大的一個面積 因為這個位置的產業 是很多地方是過來這邊發展的 包括有本田金屬、金環宇珠谷 還有平軒國際、京東華南民運中心等等 你會見到其實這些企業來到這裡 會帶動很多的經濟、人才、設備 會來到這個位置 你會相信在未來 你會見到很多人才不斷湧入來這邊 會帶動整個新區的一個經濟人流 除了這方面之外 整個新區的基礎設施是非常好 包括這邊的一個路網 四橫四縱這些 鳳凰大舵、二人流這些路網 基本上都是6至8車道 是非常失色的 還有我們去到高速七日口 包括一個新區的收費站 還有永安收費站 大概都是7分鐘左右的時間 測行非常方便 連接高速基本上 一個半小時可以去到我們 整個越港澳大灣區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還有這個輕軌 有一條輕軌 叫廣法潮輕軌 最近一點是兆慶東站 我們的項目來到兆慶東站 大概都是10分鐘左右的時間 通過兆慶東站 我們這邊是有高鐵的 是有三條高鐵 分別是南港高鐵 在港西南寧 和貴廣高鐵 在貴陽重慶成都等城市 還有一個就是深港的高鐵 目前已經是在1919年的時候 已經開通了 在兆慶東站 90分鐘是可以到香港的西九龍站 行為非常方便 李先生我看到 剛才你也介紹過 包括我們最近的醫療 就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 是的沒錯 我們項目到這裡 大概只有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五分鐘左右 這個是三格醫院 三格醫院 沒錯 商業方面 會不會有現成 因為我知道嶺南水街 還在整 沒錯 商業方面 譬如說 在我們的項目 平時可以去哪裡消費 有沒有淋近一點 是的 商業方面 按照目前最接近的就是 這個景業 即是星星中學前面對面這個位置 有一個商業體 45萬方 現在正在整 預計大概在明年年底 就會投入使用 OK OK 好 大致上 我區位都清晰 可不可以介紹你們在售的項目 OK 謝謝 現在看到整個項目的模型 是 你看到整個項目是有九棟樓的 九棟樓 是一個半圍合式的一個點式分佈 你看到 其實是一個半圍合式 中間就是沒有起樓的 以前那些叫列式排列 中間排排 有這個樓棋 通風採光餘餐 這個我們保留了 有3,800平方米的花園 包括裏面的配套 有我們分寧的遊泳池 還有小朋友玩的兒童樂園 親子樂園那邊都有一個 OK 還有圍繞小棋的一個600米的跑道 有這個迷你的一個二目球場 和籃球場 是 空體當然 而且我們每一棟樓下 還有這些拼分球室 還有一些健身的設施 都是有的 即是隔空層繁匯鎖 沒錯 我們整個小棋的七日口分別 就是一個八棟和九棟之間 這邊七泥以後就是一個濕地公園 各個位置 是的 然後四棟和五棟就是主七日口 這邊就是以後的一個寫字樓的位置 可以說這邊是繁榮 這邊是安靜 非常消息 我們整個小棋的佔地有四點三萬方 一千五百五十二戶 一千五百五十二戶 是的 沒錯 我們現在主要推進就是我們的三棟 四棟和五棟 這三棟 是 五棟的壺形就是一個兩梯六戶 是一樣的壺形 我們現在在售的最小有七十九方 七十九方是這個位置和這邊這個位置 和這邊這個位置 03和06單位 OK 中間這兩個位置有四方 是一個陽台非常之大 是有五米多的一個陽台 OK 另一單位就是96方 這個位置是前後南北對流 雙陽台的一種設計 另一單位是我們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因為有三方就是橫廳 這種都是沿著香港的一種設計 站住在身上非常之大 非常之舒服的一種壺形 OK 我們現在這邊在售的格格 要看你選幾個壺形樓層 大概是八千八到九千七元左右 八千八到九千七元之間 沒錯 我想大家考慮一下 三座那邊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這些壺形 嗯 沒錯 我們三座就是兩梯四壺 我們整個小棋都只有兩棟四壺 二棟和三棟 前面兩棟是96方 直至是坐北朝南的 陽台都是五米一的 直至望向我們小棋最中間的位置 這兩個是96方 這兩個是96方 都是現在的壺形 兩側呢 另一另二就是114的壺形 114的壺形 前後南北對流 都是雙陽台的壺形 小區壺形也挺多的 是啊 是啊 OK 大意上了解 想問一下收樓時間 收樓時間的話 三棟和四棟就是2022年的12月15號前 明年的12月15號前 沒錯 五棟就是2023年的4月30號前 2023年的4月30號前 是 其他的座數是怎樣的情況 是未起還是怎樣的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 如果在推哪一棟 我們就會將模型擺上來 目前來講 我們只推這三棟 其他幾棟 都是有二仇證 可以直接買的 這樣就未有加推 未有加推 現在只要推這三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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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費和車位都想要解一下 管理費呢 我們前三年是優惠業主的 是兩元二 兩元二 但四年開始就是兩元六 雅梅坊 即是升了兩毫子 是 不是保利自己的 是保利自己物業 國家一級知識的物業公司 車位方面 我們這邊是1比0.92 0.92 也有至少134個車 沒錯 1400多 加上我們地上現街商鋪 這些就是1比1.15 車位有沒有開售價 現在車位暫時沒有開售價 大概是10萬元左右 10萬元左右 沒錯 OK 好 那大致上我們都了解得差不多 很清楚 沒錯 示範單位有沒有可以參考 可以的 沒有問題 在這邊上 OK 剛才Jerry在管理費方面 計錯了少少 它首三年就有一個優惠價 2.21平方米 三年後就會2.6 所以相差是4毫子 不過這些都好少事 現在我們就會去參觀這個項目的示範單位 當然是上實體樓 而現時在項目街鋪位置 亦都有少量的便利店等等 是開了的 我想問李先生 是 我看到你們圓林做了一部份的展示區 我想問這條安全通道 將來會不會拆回 對 這個安全通道是我們一個售樓期間 才作為一個安全媒體 所以這條塑膠樓是會拆回 即是會開揚完 沒錯 我們整個小區已經做了少部份的展示 包括有這邊親子的一個遊樂場 是非常融資的 小朋友玩的 沒錯 我們看到正前方這邊就是一個分寧的遊泳池 有小朋友和一個大人 這個小的 最遠的這個大 然後我們看到地上 藍色這個就是以後的一個跑道 有六百米的圍繞我們整個小區的跑道 索膠跑道 是 OK 我們現在去看哪座的門 我們現在是參觀的 即是我們的第四座 第四座 是一個示範單位 是多大的呢 有七十九方的 九十六方 一、一、三方 一、三方 一、三方 真的多 是啊 OK 刀 挺金碧輝 是啊 這裏就是以後我們一個入戶大堂 是 包括這些最基本的門禁系統 你剛才也介紹到的帆匯所 用這些架空層做這些類似的 類似這樣的 是啊 這些就會有休閒 這邊就有休閒 這邊就有休閒 那邊就放了一些乒乓球室 都會在附一層 即是一樓的位置 OK 好 接著我們進來 這個大堂有一個挑高六米 是一個酒店式的遊戶大堂 非常之高端 很高厚 沒錯 這個門經常出在後面還是 是 這個是一個臨時通道 臨時通道 是 OK 主要入門其實都是剛才那個位置 是 第一個 79房的幾房 沒錯 79房我們基本上可以做到三個房 三房 即是九 是 現在一個房間或一個房間 可以改成房 實用率是非常高的一種壺形 我們這邊參觀一下 一進來我們這邊的門 這個門是一個膠標 是一個鋼的結構 鎖也是 沒錯 鎖也是膠標 指紋鎖 密碼鎖匙 和一個ID卡 就是四合一 這個櫃會不會有 是 這個櫃的話 因為是一個展示的 不是膠標 OK 很明白 即是 肉眼見到 除了軟裝的其他 都是我們的膠樓標準 是嗎 你看到其實 家具家電 包括燈 大部分 就是我們一個膠標 是 這個就是一個示範單位 就是一個板房 因為我們這個有專門的膠樓標準 另外一個板房 即是有油油 然後有魚膠七 魚膠七 和地板磚 沒錯 請問一下 這個廳有多闊 廳有3米4闊 3米4闊 是 OK 出去陽台看看行不行 好 這邊請 這個朝向是 是 向 這個望前我們花園 是一個西南向的方向 西南向 是 以後 看到這裡 都是我們整個小棋的 一個花園綠花 是 下面是在車庫的位置 不是在樓 是邊邊的位置 OK 接著你見到那邊的村莊 因為現在都是一個拆遷房 到時候 都會做一個濕地公園 即是見到沒有人住 人們都走了 是啊 沒錯 真的很近 這樣走過濕地公園 以後這位是住了一道橋 直至過去華橋城那邊 是一個嶺南水街的商業體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OK 這個79方間 其實它的實用性非常之大 你去看回我們整個湖園 包括一個廚房 房間的石窗 都是非常之大 是 看看廚房 廚房這裡的話 一個人其實OK 不過樹櫃位置很大 兩門雪櫃都能做到 沒錯 究竟廚房79房為何會做到這麼大 首先我們這種弧形都是一種創新設計 保利用自己的設計演 特意的設計 我們看看弧形圖 這個位置屬於一個飄窗內置 飄窗是傳送的 即是下面這裡 你看到這裡和下面屬於一個飄窗的位置 所以這位置是傳送的 我們這邊每一種弧形的廚房都有一個飄窗 所以這裏差不多有0.5個房 這裏送的那裏送的 明白你意思 明白你意思 這裏收拾那裏收拾就好 我們兩個大男人在這裏 其實都可以 都有很多 其實我不是很大的 空的一個時間 空的空間 剛才我們看到除了那些沙波硬餐都是交通標準 是 做交通標準有兩件套 一個抽油煙機和這個做台 OK 好 這個是次和室 是做了270度的一個飄窗的設計 我們這裡做了一個塔塔米的一種設計 這樣就好 利用這個空間 這個飄桌位大概到哪個位置 對 大概會不會到 到這個位置 一半左右 對 到這個位置 就是飄桌不是特別大 對 到這個位置 可不可以預約到 不可以預約到 不可以的 這裏是一體成型的 對 沒錯 再來看看旁邊這個房間 這邊就是一個洗手台 這裡做了一個軍縮分離 平時洗手在這個位置 好 再次來看看 這個房間 就有一個設計 是一個陽台 嗯 它是增數一半面積 膠樓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湖欄 就是要自己封窗 沒錯 可以自己改好 整成現在這樣一個景觀 那美先生 我想請教一件事 因為這個部件做陽台 膠樓也是陽台 那下面這些是木屁板 還是木紋還是怎樣 旁邊那邊膠樓 都是這些木紋的 但是這個陽台 膠樓是一個水泥的 這裏 這場就是一個余膠漆的 OK 就是正式到時候 交到給我們業主 是水泥 木紋 79方 我看看主人房 這個櫃 沒有的 是 當然這個是沒有的 可以自己加裝上去 其實它這裡 做了一個凹位給我們做衣櫃 我們看看空間裡面 其實遺留了很多 對 遺留了很多 因為衣架橫著 放衣服都不會有空間 沒有錯 有些要斜著 這個主人房直接望向我們小K的花園 非常舒適 其實79方 在這邊來說 可以做到三個房 可以自己住家也可以 或者以後 我們當作投資 或者租給別人 都沒有問題 OK 那再問一聲 這一隻戶型的話 總價大概會去導演嗎 總價要看 要選幾個樓層和朝向 因為我們每一層有兩種戶型 兩個朝向一個向這邊 還有一層 它有六戶 這是零六單位 還有零三打位向東南 OK 大概 大概就是一個 七十一萬到七十五萬左右 七十一到七十五萬左右 包括裝修 有沒有可能七十打合 例如六十五 有的 二樓左右 大概六十八九萬左右 即都六十尾 對 六至頭 好 好 有沒有其他戶型可以參觀一下 我們這邊參觀一下 謝謝 好 我看看另外一隻 113方橫廳式的設計 這個戶型給我感覺 整體上非常之高 OK 沒錯 這種戶型是我們113方橫廳式的設計 是延至香港的 它有色彩光性非常大 同樣我們入門 這個都是一個交標例 這邊是移留了我們做鞋櫃的位置 OK 進來這個位置是一個洗衣間的位置 因為現在我們很多都喜歡 一棟門口可以洗手 在這個位置 就是衛生少少 我覺得有件事你做得比較好 你雖然做到橫廳 但是你不會說衛生間會對著那個橫廳 沒錯 有個錯 會不會是你們的王牌的戶型 是呀 這種戶型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陽台是非常之超闊的 氣道有6米1的一個陽台 6米1 鏡是有6米7的 6米7 是呀 非常之大氣的一種戶型 是呀 起碼我感覺到真的很舒服 沒錯 這隻戶型的設計 可以出來看看 是呀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上個小機 一半的一個景色 不過泳池還有一件軟 這隻長度6米1 寬的話 寬度是1米半左右 1米半左右 對 加上這個位置 我好像不止1米半 我都很大口 是嗎 OK 差不多了 5米7的 剛剛忘了問一個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封窗 這個位置 你要做玻璃沒有什麼問題 是 就不可以做實場 不可以做實場 是呀 OK 即現在有些雀籠式的那些 那些就不可以了 是呀 因為只要你對這個 這個顏色差不多 基本上問題不太大 OK 明白 好 再來看看我們一個廚房 數話說 民以食為天 我們三個戶型的這種 廚房的設計 同樣都是一種U字型 是 是 非常之方便 首先保留了一個雙戶冰箱的一個位置 還有洗手紙全部都是一體式 是非常方便 同樣這個位置 不過是一個飄窗位置 這裡就送了差不多整個方 OK 為何113方我們做到3加1 因為送的面積比較多 每個門下面這個位置都是飄窗位 這個位置你看看 這是一個實場來的 所以這裡是一個飄窗來的 OK 熱水爐 熱水爐就放這裡 沒錯 好 嗯 是 是嗎 是嗎 我們看過這麼多盤都未見過 廚房有飄窗 對廚房有飄窗 沒錯 飄窗不是房間的 是呀 一般我們 你為何把睡房變成廚房 是呀 OK 這間是 這個我們設計是一個陽台改房的位置 跟剛才79個一樣 對 沒錯 可以做茶房 茶房 書房 客房都沒有問題 又是自己封窗 沒錯 OK 都幾大 沒錯 我們再往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這個 小孩的一個BB房 是 單人房 都是912的 嗯 嗯 又有飄窗的一個位置 其實很好地利用起來 這間都是用了飄桌的位置 沒錯 這兩間都是用了飄桌的位置 我可以做一個 泡泡咪 是呀 好 再看看裡面的主人房 主人房 嗯 哇 已經沒有間在這裡 是呀 主人房非常寬落 這間主人房真的挺舒服的 是呀 我看到他原留了一個衣帽 進去衛生間 以前你留意一下 那個洗手間的位置 都是有飄窗的 是呀 坐在這裡洗澡 沒錯 坐在這裡搓窄 非常方便 都不搓得 是呀 不可以打的 OK 這隻很舒服的 沒錯 這種護形就比較舒適 因為前後採光面比較多 而且他一個通風通透性非常大 OK 所以住室非常舒服 你照應他米五床 沒錯 米五床 加上兩個床 真的都很寬落 這隻護形 是呀 加上這個飄桌 用來給我們 OK 是啊 那 那 都是剛才我的問題 嗯 沒錯 價錢 價錢 那這種護形 你可以說是我們一個明星護形 是 價位呢 可能會相比剛才那種擦窗方法會高一點 就是單價更高 是的 沒錯 這個寬價大概是9500到10500元左右 9500到10500元左右 9500到10500元左右 所以寬價是10500元左右 113方大概是113萬左右 113萬左右 113萬左右 是 看你選擇幾個樓層 沒錯 矮一點 矮一點可能就 111萬樓下都可能有交易 沒錯 沒錯 基本上如果是低一點 或者幫你申請 大概都是9000多元左右 OK 是的 這個護形真是好棒 真的好棒 113方做四房 每間房間 我真的不會覺得它小 是啊 這個是事實 OK 好 這個護形呢 看到這裡先了 嗯 由於這隻 113平方米 環廳設計的護形 真的相當漂亮 我們又來用第一身的視覺 給大家 撐半多一次 大家可以聽著音樂 慢慢欣賞 在一起 dispos面的視覺 便利一下 地窄 要來睡著 得到 要來睡著 一步 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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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正式的门口,将来会有一个防火门 可以说这个空间是让我们业主可以利用的 看一看这个弧形图 96平方做蓝蜜通相对流 各种弧形的设计都有 入到交付标准不多作介绍了 刚才也有提到 这个弧形 镜头的左边是会有一个飘桌位 可以让我们坐在这里换鞋 而且窗位也封好了给我们 如果打开的话可以增加我们空气的通透度 做一个96平方 如果进来给我的感觉 感官上是会有百多方大 这个对流回形 我们先看看镜头右边的厨房位 很难以置信 96平方的厨房可以做到有百多方大 而且这余流的冰箱位也相当宽阔 OK 看看这个小露台 身为羊台平时我们可以放一个洗衣机 现在这一座外面看到的景观 是对着湿地公园方向的 OK 这里放了一张圆台 1 2 3 4 5 6 6 7 将小椅子也能坐下 好了 来到厨房之后 再看一看主楼台 都相当开阳 好 回来看看房间 首先欣赏一下我们镜头左边的公共厕所 有一间隔壁是一间 布兼做羊台的房间 介时交付标准也是以羊台的交付 玻璃需要我们自己封 好了 再在另外一边 是一个客房 客房 他现在目前我们看到 他就做了个榻榻米 就陷入了窗台那里去 大大增加了一个傢俱的利用率 最后呢 是要看回这个主卧 对不起 主卧 主卧室这边 就配置了主翅 用眼所见到的 就是我们的交付标准 整个卫生间就四四方方 而且在卫生间下面这个位 其实我们看到 它是做了这种这样的铝合金 就是可以减少房潮对门 门框的腐蝕 这个主人房也配置了一个超大型的窗台 喜欢的朋友可以把这个床 就陷入去 预留更多的位置 可以那边做一张书桌 都没问题 因为其实这个位置已经预留了 给我们做一个衣柜 当然啦 如果是喜欢衣柜 大一点的朋友可以 放在那个位置 OK 那这一只呢 96平方做南北通双楼台的户型的话 就在同区别来说 都比较少见的 那它 整个人买了 刚才说到的单价 就大概九千多 到一万元左右 八十多万 就可以进行到一个交易 OK 好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这里 最后我们来看一款一百十五平方米 三加一房两位 有别于一百十三方的大环厅设计 今次这个一百十五方 就是一个南北对流 加大版的户型来的 大家可以听着音乐慢慢去欣赏 这款单位呢 亦都是没有做到任何豪华的装修 和放置任何的傢俬 即是说这个模样 即是等于装修的交流标准 现在大家可以用第一身的视角 慢慢欣赏这套单位 就是用手来的 如果能够的这些人 一样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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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方便的旺角門店 由旺角地鐵站的E1出口出來之後 只需要向彌敦道方向 走到大路後向左邊一直走 會經過屈臣市和萬寧等等的商鋪 在匯豐銀行之前的位置 就是彌敦道655號商業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8樓的802和803室 樓下是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而等候電梯上來的時間也是相當快捷 上到8樓之後只需要向著801-805那邊的方向 推開大門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物業直播展銷廳 在這裡我們會提供舒適的環境 被準買家慢慢欣賞去心意的物業 也有專人提供樓盤資訊以及解答買家的疑慮 無論你有任何的需要都歡迎你來到我們旺角門店向我們查詢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的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